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鑰 歡迎各位觀眾再次回到卡拉班生存遊戲頻道 這次的影片我們要來額外補充 三種常見的雷射瞄準器的校正手法 以及下場作戰時的又缺點比較 平行歸零法,顧名思義 就是將雷射光線與槍口射擊方向 兩者調整至平行,沒有重疊交錯 這是美軍校正IR不可見光雷射瞄準器 最常採用的歸零方式 其校正方式,必須先在槍口 安裝一隻校正過的雷射光發射器 當作子彈落點的中心參考點 然後透過旋轉槍枝 檢查架設在槍上的雷射瞄準器 雷射光點旋轉的軌跡 在不同的射擊距離之下 是否維持同心圓 如果沒有 就持續調整雷射光瞄準器 雷射光發射的發光角度 直到在不同的射擊距離 都能夠維持同樣的同心圓大小 這樣的歸零方式 最大的好處在於 1.雷射光不受到夾角角度干擾 2.設計參考點穩定 不易隨著距離變化而改變 3.任何距離都可以使用 但是最大的壞處在於 1.矯正不方便 需要額外器材輔助 2.無法瞄準太小的目標物 只能瞄準人形大小 或是更大面積的目標物 2.這邊可以使用 2.按鈕 2.黑碟 設定的方式,最大的好處在於 1.不需要太多器材輔助 2.實施起來相當直覺 但是最大的壞處在於 1.雷射光益受到夾角角度干擾 2.設計參考點不穩定 會隨著距離變化而改變 3.校正的時候,非常浪費子彈和時間 3.瞄具輔助歸零法 是目前雷射瞄準器 比較受歡迎的歸零方式 這是一種使用其他已校正過的瞄具 例如,鐵瞄、電風點、聚集鏡 來輔助雷射光碟進行歸零 說穿了,其實就是上述交錯歸零法的偷吃步 其校正方式,必須先將雷射光碟發生至很遠很遠的地方 例如,100-200公尺,越遠越好 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將雷射光碟 呈現在類似無限遠的條件下 然後再去慢慢調節雷射瞄準器 雷射光線的發光角度 直到與另一個瞄具的瞄點中心充電即可 這樣的過程方式,最大的好處在於 1.校正的速度很快 2.完全不需要浪費任何子彈 3.能有效提升射擊中層目標物的精準度 4.有效降低雷射光線受到夾夾角度和距離變化的干擾 但是,最大的壞處在於 1.無法完全避免雷射光線受到夾夾角度的干擾 大約在19公尺以下的射擊距離 雷射光點無法和子彈的弱點重疊在一起 雷射光點可能會照射在 子彈弱點的下方或上方 具體取決於您雷射瞄準器架設的位置 2.補助瞄具要先完成規定校正 否則無法精準校正雷射瞄準器 非常感謝各位觀眾 願意在影片看到這邊 現今的雷射瞄準器 不論採用何種校準的方式 在使用上 都無法完全避免掉雷射光線受到夾夾角度的干擾 理想上,如果真的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當前最好的解決辦法 就是要將雷射瞄準器 安裝在槍管內 使雷射光線和槍口子彈射出的方向 重疊一致 不要瞎掰好嗎? 抱歉,更正 目前最好的解決辦法 還是採用內紅點或狙擊鏡 替代雷射瞄準器 作為主要瞄具會比較可靠 而且這兩種瞄具 在使用上 都完全不會受到任何束縛 你可以盡情你使用它們 好啦 這次影片就先拍到這邊 如果各位觀眾 還是不清楚什麼是雷射光線的夾角角度干擾 歡迎點選影片下方 自頂留言的短篇網址 進行觀看 我們這邊就不再產出囉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會不定時的更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記得按讚